世界杯开赛至今最激烈火爆的一场比赛诞生,裁判出示八张黄牌灭火6月19日凌晨,2018世界杯继续进行G组的一场比赛,欧洲红魔比利时对阵首次打进世界杯的巴拿马,最终双方上半场战成0比0平,下半场比利时进攻突然觉醒,由莫腾斯首开记录,小魔兽鲁塔库上演没开二度, 帮助比利时对三比0横扫对手,取得本届世界杯开门红,比利时对也算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辽,他们众星云集,是公认的黄金一代,目标至少是四强,首个对手巴拿马是一只菜鸟军团,比利时的目标有且仅有一个,那就是,取胜,但是,巴拿马实力虽然不强,但囚风却极其凶悍, 可以将对手的进攻切割的支离破碎,哪怕用出恶意犯规的手段,黄牌加身也在所不惜,上半场的巴拿马就是这么踢的,当比利时阵地进攻时,为了防止他们打穿防线,深入腹地,巴拿马采取了提前犯规的方式, 在稍微远离大禁区一级左右两个边路,每当阿扎尔,德布劳内,莫腾斯,卡拉斯科等进攻队员拿球时,便直接放倒,宁愿给定位球也不给突破机会,让比利时踢得很别扭,相发力却又被捆住的感觉,巴拿马的这种战术,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, 一是体能方面,到了下半场时明显没有上半场那么灵活,稳固了,这也是导致他们半场丢三球的原因,另外一个就是黄牌,比赛才刚踢,到56分钟时,他们就已经领到5张黄牌了,世界非开赛至今还没有哪个队在一场比赛中超过3张黄牌,巴拿马成了这项统计的防守,此后,他们的防守变得束手束脚, 身背黄牌的人若在吃牌,就要捡人了,不光拖累本场,后续两场也会受到影响,而比利时队也不慌多让,也吃到了三张黄牌,分别由慕尼耶、维尔通亨和德布劳内领道,可能是被巴拿马的凶悍作风给惹恼了吧,比利时队的一些动作也不收敛,其实,本场裁判的尺度已经不小了, 但即便如此,也是掏了8张黄牌才灭掉双方火器,庆幸的是,双方均无减缘,也无受伤,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家 请bear ver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